有一家美容医院 哦 不对 是整形医院 整形医院的形象代言人是弟弟爸爸 弟弟爸爸 快快快 来了 来 说说说 准备好了吧 好好医院 别紧张 好 好 爷爷 这是我们医院 好好看一看啊 向南 爷爷 向南 向医生 老跟您说的那个 向南 我爷爷刚从美国回来 没几天就生病了 肿瘤科的同事说了 让我问问老爷子 还有什么医院未了 赶紧替他去实现 让老爷子 踏踏实实地走 这个忙 一定帮 这么多年真是没白处啊 嗯 爷爷啊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学术学的事儿吗 我小时候啊 我就是拔着您的胡子 一根一根数数数数出来的 小时候我爸总拿 割双眼皮的手术刀划我的书本 冒杀 他还老罚我贵冒杀爷爷 贵得我两个膝盖啊 全是小窟窿眼 您还记得您是怎么教我的吗 您拿咱家龙兄用的硅胶 给我垫膝盖底下 谁让咱家就这东西多呢 是吧 咱祖孙俩啊 一样做的 啊 爹爹啊 我知道 你跟我爸的教诲 我真的没法做动 你说我这是不是不孝啊 知道孝道啊 就冲我还能够喘口气 赶紧把孙媳妇啊 给我娶回来 哎呦爷爷啊 孙媳妇我给您找好了 就等着她叫爷爷呢 爷爷 哎 驾驶 怎么是你啊 我问你啊 孝楠呢 我来会会你们祖孙俩 爺爺 不是她 别理她 我问你啊 不上班吗 这你就管不着了 还是多关心关心爷爷吧 爷爷 你这胡子 结不结实啊 不假 真的 什么什么什么真的 去去去去去 哎 这么大老头儿你也不放过啊 动手动脚的 懂不懂尊老挨幼啊 我对两个骗子 我用得着尊老挨幼吗 一个小骗子 带来一个老骗子 我刚听半天了 没打315投诉你们 送你们幸运 我告诉你 讲话呢 是要负责任的 谁是骗子 爷爷 我问问你啊 你们家 今年的整齐医院 代言人是谁啊 呃 呃 是那个那个 那个下巴很尖 眼睛很大 那个谁来着 呃 呃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 呃 不是 还有剧本呢 挺专业啊 生输了生输了 没背书啊 哈哈 不是你还生输了 我走了啊 嗯 我帮你把车子还了啊 哎 哎 哎 老头儿 哎 我们家大表姐 你就别打主意了 就你这种不靠谱的 再有这关你就过不了 我靠不靠谱 用得着你操心吗 嗯 你胡说八道向南就能信吗 你是真把别人当傻子 还是自己就没脑子呀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就你这浮夸的演技 大表姐早看出来了好吗 你没看人都不搭理你吗 姐姐我错了 你说吧 怎么要你才能放过我 别动歪脑筋到大表姐头上